郭靖战死之后 黄蓉带着郭福投奔杨过 却发现小龙女相笑欲语 倘若你穿越去了神雕侠侣 成了杨过会如何 是一心意地陪着小龙女共赌余生 还是照单全收 将神雕时代的美女尽数拥入怀中 享受为小宝那般的乐趣 之所以提出以上两个问题 是因为笔者发现 一些读者偏爱射雕英雄传 却对神雕侠侣颇有怨言 原来在金庸的刻意安排之下 杨过痛失一臂 还和爱吕分别了16年之久 当杨过在绝情谷谷底 和小龙女相依相畏之际 此时的杨过早已两鬓斑白 轻取憔悴 小龙女的情况就更糟了 她先是在中南山的草地上 背影至凭所污 偷游误会了杨过 差一点和绝情谷的公孙子 拜堂成亲 历经绝情谷一役之后 小龙女又被郭福用冰魄引针射中 最后不辞而别跳入悬崖 害得杨过苦苦等候了16年之久 正因为如此 一些读者在羡慕杨过俊美的容貌 天赋异禀的慧根之时 又对杨过的遭遇扼腕叹息 假如杨过的命运可以改学 你会和40岁的小龙女再续情缘 还是另立红颜 一切还得从郭靖战死的那天说起 多年之后 忽必烈率领蒙古十万铁骑 将襄阳城围了个水泻不通 此时的杨过 小龙女早就退出江湖 而黄耀氏 周国通 英姑等人也已寿终正寝 为了抵御外敌 郭靖带着郭破鲁 一律席 五修文 五尊如 白岩平 一律眼 成英 陆无双等人 冲入敌军之中 而黄荣则带着武功平平的郭福 坐镇襄阳城 郭靖历经多年的修炼 他的降龙十八掌 能和左右护博之术 天罡北斗镇融合在一起 掌风所到之处 犹如崔库拉朽 无奈蒙古士兵远远不绝 郭靖久战之下 剑感伐力 随着蒙古人不断射出弓箭飞弩 郭靖等人开始力不从心 带响明金收兵之时 却发现早已陷入了蒙古士兵的重重包围之中 历经这一 蒙古士兵阵亡了数万之众 却成功地击杀了郭靖等人 眼见郭靖已死 忽必烈振臂以后 蒙古士兵好似潮水一般冲向了襄阳城 黄荣聪慧机敏 直到大势已去 于是急忙启动了倚天屠龙计划 郭靖黄荣夫妇这几年一直镇守襄阳城 从朝廷支援的粮草兵马中可以看出 南宋已是穷途陌路了 为了能够保存有生力量 郭靖黄荣将阳过的玄铁重剑戎了 并加以细放精进 打造了一把吐龙刀一领以天剑 吐龙刀以天剑里藏着五目遗书和九云真经的秘密 只要将刀剑护击 就能得到兵书秘籍 从而接过郭靖驱逐大陆的战骑 将蒙古人赶出中原 眼见郭靖战死 黄荣忍着背痛 带着郭福骑着小红马离开 黄荣心思甚密 直到忽必烈必定会追寻自己的下落 他和郭福换了一套平民百姓的衣服 然后将自己和郭福的衣服 穿在了地上的两具尸首之上 如此一来 忽必烈攻入襄阳城之后 一定误以为黄荣郭福被火炮击中 最终炸得面目全非 准备就绪后 黄荣带着郭福登上了桃花岛 蒋武木遗书和九阴真经 埋在了指定的坐标之处 兵书密集虽然放好 但黄荣郭福却不敢在桃花岛上久住 毕竟蒙古达子耳目众多 他们待在桃花岛上终有一天会暴露身份 郭福一路跟着黄荣奔波 虽然颇有风爽之色 但容颜依旧秀礼 只见他茫然地朝黄荣问道 天大地大 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 黄荣眼珠子一转 历史想到了一个绝佳之处 这就是地处钟南山的古墓 黄荣之所以选择古墓的理由很简单 周先古墓的断龙石早已放下 唯有一条水道可以潜入古墓 只要成功地进入古墓 蒙古人无论如何 也想不到黄荣母女会夺到此地 其次杨过和郭家远远极深 他在郭靖的感染之下 早已蜕变成一位阳善初恶的神雕大侠 即便杨过退隐 但见到黄荣母女有难 杨过定会伸出援手 就在黄荣郭福前过水道 来到古墓深处之时 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大惊失色 只见杨过穿着一身白色稿素 似乎是在祭奠某人 黄荣旁敲侧击后才知道 小龙女毒发失望 去世多日 原来当年小龙女靠着寒潭的白鱼 压制了剧毒 但由于体内的毒素 深入脏腑骨髓 任何灵丹妙药都无法彻底将其去除干净 天真的小龙女以为剧毒早已干净 于是说了一句想是好了 就跟着杨过匆匆离开了绝情谷 长言道远水救不了近火 待小龙女毒性发作已是为时已晚 听闻小龙女去世的消息之后 黄荣安慰了杨过几句 随后带着郭福在古墓里住了下来 小龙女的离世 让杨过陷入到了无比的悲痛之中 她每日借酒交愁喝醉便睡 眼见杨过日渐消瘦 再看一旁的爱女郭福 黄荣呼得心生一尽 一日黄荣让郭福带了一坛风酒 去陪杨过喝酒 杨过本就百无聊赖 眼见郭福拿来了一坛好酒 于是和郭福痛饮了起来 一番功仇交错之后 杨过和郭福的眼神逐渐迷离了起来 一个甜蜜地喊着对方杨大哥 一个则亲切地喊着对方扶媚 没多久 二人沉沉睡去 第二日下午 杨过醒来之后 看到自己和郭福同眠一备 这才发现自己和扶媚已有了肌腹之心 在黄荣的撮合之下 杨过很快就和郭福拜堂成亲 看着杨过日渐振作 一旁的黄荣嘴角上扬 他心中暗暗笑道 杨过杨过 就算你聪明一世 你却永远猜不到 那天晚上陪你的人是谁